《猎王记上》第二十章 亚兰王宾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有三十二个王与他在一起 他带着战马和战车上去围困撒玛利亚攻打那城 他派遣一些使者进城去见以色列王雅哈对他说 宾哈达这样说 你的银子、你的金子都是我的 你的妻子和你最健壮的儿女也是我的 以色列王回答说 我主我王啊 就照着你所说的 我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你 那些使者再来说 宾哈达这样说 我曾经差派人对你说 你要把你的银子、你的金子、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都给我 明天大约这个时间 我要拆派我的臣仆到你那里去 他们要搜查你的王宫和你臣仆的家 凡是他们看为宝贵的 他们都要下手拿走 以色列王把国中所有的长老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想想 看这人怎样的麻烦 他曾经拆派人来我这里要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银子和我的金子 我都没有拒绝他 众长老和人民对王说 不要听从他 也不要答应他 于是 雅哈对辩哈达的使者说 请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第一次拆派人来向你仆人所要的一切 我都必照办 可是 这次所要的 我却不能照办 于是使者去了 把这些话回复辩哈达 辩哈达又拆派人去见雅哈说 桑玛利亚的尘土若是足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话 愿神明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以色列王回答说 你们去告诉他 佩戴武器的人不可像解除武器的那样自夸 辩哈达与众王正在帐篷里喝酒 一听见了这话 就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列队进攻 他们就列队进攻那城 这时忽然有一个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 雅哈说 雅哈这样说 你看见这些强大的军兵吗 看哪 今天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我是雅哈 雅哈问 借着谁呢 先知回答 耶和华 耶和华这样说 借着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雅哈又问 谁先开战呢 先知说 是你 于是 雅哈数点了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共有二百三十二人 共有二百三十二人 以后他又数点所有的人民 以色列众民共有七千人 在正午 雅哈达与帮助他的三十二个王 正在帐篷里痛饮的时候 他们出发了 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首先出发 雅哈达派人去查看 他们回报他说 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 雅哈达说 如果他们是为了求和出来 你们要活捉他们 如果他们是为了征战出来 你们也要活捉他们 从城里出来的这些人 就是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军兵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个人遇见对手就杀 雅兰人逃跑 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雅兰王便哈达骑着马 与一些寄兵一起逃走 以色列王出来 攻打战马和战车 大大的击败了雅兰人 那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要自强 留意看看你所要预备的 因为明年春天 雅兰王必再上来攻击你 雅兰王的臣仆对雅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 所以他们比我们强 但我们若是在平原上与他们争战 我们必比他们强大 王应该这样做 把众王个人的职务解除 另立军官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损失的军兵的树木 招募一支新的军队 照树补充战马和战车 然后我们可以与他们在平原上作战 我们必定比他们强 王听从他们的话 并且这样行了 过了年 辩哈达数点了雅兰人 就上到雅福去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数点人数 预备了粮食 就去迎战雅兰人 以色列人对着他们安营 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亚兰人却满布了那地 有一位神人前来对以色列王说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亚兰人说 耶和华是山神 不是平原的神 所以我要把这些强大的军兵 交在你手里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和亚兰人相对安营 共七天 到了第七日 两军终于接战了 那一天 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 步兵十万 余下来的都逃入雅福城里 城墙倒塌 压死了余下来的二万七千人 辩哈达也逃到城里来 躲进一间密室里 他的臣仆对他说 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王都是仁慈的王 我们不如妖术麻布 头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或许他会使你的性命存活 于是他们妖术麻布 头套绳索 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的仆人辩哈达说 求你使我的性命存活 雅哈说 他还活着吗 他是我的兄弟 那些人认为这些话是个急兆 急忙抓住他的话 说 宾哈达是王的兄弟 雅哈说 你们去请他来 宾哈达出来见王 雅哈就去请他上车 宾哈达对王说 我父亲从你父亲夺得的重成 我都必还给你 你可以为自己在大马士革设立市场 像我父亲在撒玛利亚设立市场一样 雅哈说 我与你立了这样的约 就放你去 于是他和宾哈达立了约 就放他走了 先知门徒中 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对他的一个同伴说 你打我吧 可是那人却不肯打他 他就对那人说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一离开我 就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了狮子 把他咬死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另一个人 对他说 你打我吧 那人就打他 把他打伤 于是那先知去了 在路旁等候王 他用头巾蒙住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改了妆 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他向王呼叫说 你仆人出征 在战争之中 忽然有一个人转过来 带了另一个人来见我 说 你看守这个人 他若是走失了 就要你替他偿命 否则 你要支付三十公斤银子 你仆人正在忙着忙那的时候 那人就不见了 以色列王对他说 你的判案就是这样 你已经自己判决了 他急忙把蒙在眼上的头巾除下 以色列王就认出 他是一个先知 先知对王说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把我要灭绝的人 从你手中放走 所以要你替他偿命 要你的人民 抵偿他的人民 于是 以色列王闷闷不乐 回到撒玛利亚 自己的王宫里去了 那你先知录